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日本股市在周四早盘交易中的剧烈波动 基准日经平均指数暴跌了3% 这一跌是由于专业投资者对日元疲软的负面影响感到担忧而抛售股票所致 随着日元对美元的贬值 日经指数和更广泛的东京价格指数 TopX连续下跌 科技股尤其受到重创 专家们指出 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引发的高波动性和商品交易顾问 CTAs的卖出决策也对市场造成了冲击 汇丰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策略师们预计 日元贬值的趋势将持续影响日本股市 这一现象背后的复杂因素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进一步解析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本期特别节目《新闻焦点》 我是你们的制作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全球市场动态 特别是日本股市的最新动向 我们的分析基于来自Nike Asia的一篇报道 文章详尽描述了近期日本股市的暴跌 及其背后的复杂因素 最近 东京股市的日经平均指数 出现了自7月中旬以来最大的跌幅 专业投资者纷纷抛售股票 导致该指数在周四早盘交易中下跌了3% 这一变化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日元对美元的持续贬值 去年和2024年初 日元的疲软实际上推动了日本股市的上涨 因为弱势货币增加了出口商的收益 并吸引了大量外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担心日元的贬值可能对日本的消费者和小型企业造成负面影响 这种市场情绪的转变也导致了股市的波动 尽管日元近期有所走强 但它仍然处于多年的低点 今年以来 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已经贬值了大约10% 即便如此 日元从近期的低点反弹至152水平 然而这一反弹并未能阻止股市的下跌趋势 日经平均指数和更广泛的东京价格指数 TOPIX在本月初创下历史新高后 已经连续两周多下跌 根据FactSet的数据 美国7月11日发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 6月份的通胀意外下降 这提高了市场对美联储将在9月份降息的预期 然而自那以来 日经指数已经下跌了6% 而TOPIX截至周三 已经下跌了约5% 周四早上的交易中 日本科技股的抛售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 日经平均指数一度下滑至37,959.07点 下跌3.05%及1,195.78点 创下自6月17日以来的最低盘中水平 芯片工具制造商东京电子的股票 下跌了5.6% 而芯片测试设备制造商Adventus的股票 下跌了8.3% 野村证券的量化策略师 虚田一孝表示 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后的高波动性 对商品交易顾问 CTAS的卖出决策产生了显著影响 CTAS是系统性 趋势跟随的资金管理者 主要在期货市场上进行压注 虚田指出 当日经指数达到4万点时 CTAS开始解除他们的多头头寸 根据他的计算 上周这些顾问估计净卖出了约4000亿日元 26亿美元的日本股票多头头寸 他预期CTAS在未来三周内 每周将卖出约3000亿日元的日本股票 目前他们的总净多头头寸约为1万亿日元 汇丰银行亚太区股票策略主管 Herald Van Der Linde表示 日元贬值可能会进一步推低日本股票价格 他在周二的一个网络研讨会上指出 今年推动日本股票上升的国内因素 包括公司治理改革和股票回购 然而 他补充到 日本股票的走向 仍然会回到美元日元的汇率问题上 因此他们保持谨慎 根据Refinitiv的数据 周四日元对美元上涨至152.66 创下自5月3日以来的最高点 英国资产管理公司施罗德 在6月底将日本股票评级下调至中性 理由是日元的持续下跌 公司表示 由于进口成本上升 日元疲软对日本股票的积极影响开始减弱 这也导致了消费者情绪和小型企业伤情的恶化 除了即将到来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 野村证券的虚田还指出 本月晚些时候的中国政治局会议 也可能在近期内影响日本股票市场 他表示 如果北京未能推出市场预期的经济刺激措施 投资者很可能会将资金从中国转移到日本 在这种情况下 资金外流完全逆转2月至5月期间 流回中国的情况是完全可能的 总的来看 近期日本股市的波动 反映了多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 日元的贬值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出口和外资的流入 但其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 引发了市场的忧虑 再加上全球通账数据和美联储政策预期的变化 使得市场走势更加难以预测 专业投资者的行为 CTS的交易策略 以及即将发布的经济数据和政策决策 都将在未来几周内 继续对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关于全球市场和经济动态的最新分析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日本 日经平均指数NK225 是衡量东京股票市场表现的主要指数之一 涵盖了日本经济的广泛范围 近日 该指数出现了显著的下跌 跌幅达到3% 这主要归因于专业投资者对股票的抛售 这一情况标志着自7月中旬以来 日本股市涨势的放缓 影响此次下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 日元对美元的贬值 过去一年中 疲软的日元在推动日本股市上涨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 贬值的日元有助于提升日本出口商的收益 并吸引外国投资者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担忧 日元的疲软 可能会对日本的消费者和小型企业 造成不利影响 这使得市场情绪发生了转变 今年以来 日元对美元的贬值幅度约位10% 虽然近期日元有所回升 但仍处于多年来的低点附近 日经平均指数 以及东京价格指数 Topx 在本月初创下历史新高后 已经连续两周多的时间 出现下跌 根据Factset的数据显示 7月11日 美国发布的消费者价格数据显示 6月份的通胀意外下降 这增加了市场对美联储在9月份降息的预期 自那以来 日经指数下跌约6% 而Topx指数截至周三 已经下跌了约5% 在周四早盘交易中 日本科技股的抛售 加剧了这一趋势 日经平均指数 下滑至37,959.07点 下跌3.05% 跌幅达到1,195.78点 创下自6月17日以来的最低盘中水平 芯片工具制造商 东京电子 下跌5.6% 芯片测试设备制造商 Adventus 下跌8.3% 野村证券量化策略师 虚田一孝 Yoshi Taka Suda 表示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后的高波动性 对商品交易顾问 CTS的卖出决策 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CTS作为系统性 趋势跟随的资金管理者 通常在期货市场上进行压注 在日经指数达到4万点时 CTS开始解除多头头寸 根据虚田的计算 上周 CTS竟卖出了约4000亿日元 约26亿美元的日本股票多头头寸 预计未来三周内 每周将卖出约3000亿日元的股票 总经多头头寸 约为1万亿日元 汇丰银行亚太区股票策略主管 Harold van der Linde表示 日元贬值可能会推低日本股票 他指出 今年推动日本股票上涨的国内因素 包括公司治理改革和股票回购 但他认为 最终日本股票 还是会回到美元日元汇率的影响 他在最近的一个网络研讨会上表示 我们保持谨慎 根据Refinitive的数据 周四日元对美元汇率上涨至152.66 创下自5月3日以来的最高点 英国资产管理公司施罗德 Schroders在6月底 将日本股票评级下调至中性 比优势日元下跌 施罗德指出 日元疲软对日本股票的积极影响开始减弱 进口成本上升 导致了消费者情绪和小型企业商业情绪的恶化 除了日本央行下周的货币政策会议外 须田一孝指出 本月晚些时候的中国政治局会议 也预计将影响日本股票市场 如果北京未能推出市场预期的经济刺激措施 投资者可能会将资金从中国转移到日本 这样的资金流动 可能会完全逆转2月至5月期间的情况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好的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日经指数暴跌的背景 日元疲软确实推动了日本出口商的收益 和吸引了外国投资者 这是有利于日本经济的 你知道吗 根据2023年初的数据 日本的出口增长了近15%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日元的贬值 这样的增长对日本的制造业 和整体经济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 哈哈楚天书 你说的确实没错 但别忘了日元疲软也有它的负面影响 对于进口依赖度高的日本来说 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上升 这可不是小事儿 你知道日本的能源进口依赖度有多高吗 超过90%的石油都是进口的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当进口成本上升 消费者很小型企业的压力就会增大 这就是为什么近期消费者情绪和小型企业商业情绪都在恶化 谢奇奇你说的对 进口成本的确会上升 但我们不能忽视日本内部的一些积极变化 比如公司治理改革和股票回购 这些措施旨旨在提升企业的效益和股东价值 这可是日本股票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 别忘了在2023年初 日经指数可是创下了4万点的历史新高 这表明投资者对日本市场的信心还是很足的 哦 楚天书你可真是乐观啊 但别忘了 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很脆弱的基础上 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出现意外下降 市场预期美联储降息 这直接影响了全球市场 包括日本 现在CTAs都开始大规模抛售日本股票了 这种高波动性会让市场更加不稳定 根据野村证券的计算 CTAs每周要卖出约3000亿日元的日本股票 你觉得这样的情况会对市场有多大的影响 哈哈 琪琪 你这么一说 我才发现你对市场波动的担忧还真是不小 但我们也要看到 资金流向是双向的 如果北京未能推出市场预期的经济刺激措施 投资者很可能会将资金从中国转移到日本 这可是野村证券的专家说的 如果日本能够吸引更多的国际资金 这对市场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而且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会议 也可能带来一些积极的政策变化 这对市场也是一个利好消息 好吧 楚天书 我承认你说的有一定道理 但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 市场的不确定性太多了 尤其是在全球经济环境如此复杂的情况下 我们还要看日元能否稳定 以及日央行的政策是否能真正提振市场信心 根据施罗德的分析 日元疲软对日本股票的积极影响已经开始消退 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 未来的市场可能会更加动荡 我们不能只看短期的利好 还要考虑长期的风险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这一波日本股市的大跌让人不禁叹息 真是多事之秋啊 日经平均指数下跌3% 这可是自6月份以来的最低点 专业投资者纷纷抛售股票 好比大厨们都不想再煮这锅汤了 日元一直在玩跳水 对美元贬值了差不多10% 反而让出口商赚得盆满钵满 外国投资者也像蜂蜜一样涌来 可惜好景不长 大家发现日元这么弱 不仅是出口商赚了 消费者和小型企业却是哀红遍野 这就像吃了一盘甜点后发现糖尿病恶化了一样 事实上 从7月中旬开始日本股市就开始感冒了 根据FactSet的数据 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6月份通胀意外下降后 市场开始期待美联储降息 美国那边的金融市场风向改变 可日本这边却是水深火热 日经指数和TopX都在连续下跌 这波跌是还在抛售日本科技股的加持下继续发酵 东京电子和Adventus这些芯片制造企业的股价也被锤得满地爪牙 分别下跌了5.6%和8.3% 好比被人从宴会上扔出了窗外 专家的意见也不一致 野村证券的虚田一笑指出 美国CPI数据后的高波动性影响了商品交易顾问 CTAs的卖出决策 这些CTAs在期货市场上进行压注的时候 当日经指数达到4万点时 他们纷纷解除多头头寸 上一周就卖出了约4000亿日元的日本股票 他们预计未来三周内每周将卖出约3000亿日元的股票 真是忙得像蜜蜂似的 卖得不亦乐乎 汇丰银行亚太区股票策略主管Herald Vanderlinde也给出了警告 说日元贬值会推低日本股票 虽然之前有公司治理改革和股票回购等国内因素推动股市上涨 但这些故事已经被美元 日元的剧本替代了 施罗德公司在6月底还下掉了日本股票的评级 理由是日元下跌使得进口成本上升 消费者和小型企业的情绪也随之恶化 这就像是本来以为吃了仙丹 结果吃了披霜一样 接下来的局势也不容乐观 日本央行下周的货币政策会议和中国政治局会议都是关键因素 野村证券的虚田表示 如果北京未能推出符合市场预期的经济刺激措施 投资者可能会把资金从中国转移到日本 这种资金流动就像是把钱从左口袋移到右口袋 但这对日本股市会带来重大影响 总的来说 日本股市现在就像是过山车 一会儿高高在上 一会儿又跌入谷底 除了外部经济因素 内部的资金流动和投资者情绪更是风起云涌 在这种情况下 投资者最好仅仅握住安全带 准备迎接更多的风浪 人工智能 语音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